把这个窗户打开呢 它是不够90度的 大概也就40多度一点 就顶到外面的围墙 所以说我会把这一部分 会再往回收 收个30厘米 这个窗户就能有90度的开口 这样的话就通风性会好一点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干活 等会我把这个窗户给调整完毕 再给大家看一下 所有门霜安装的一个效果 好朋友们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窗户的位置 从心做了一个调整 它这个是一个手绑的一个窗户 原来呢它的开口程度是比较小的 现在呢它能开到90度 往回于了50厘米左右 它的开口程度呢是有90度的这个开口 开口面积比原来的要大一点 这样的话呢就通风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是一个吸油间的一个窗户 这个是一个后门 让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 这个门做的时候加了这样的一个锁 这个锁是180块钱加了一个 这是后门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效果 那这边是一个吸油间 这是一个餐厅的窗户 三厅的窗户是左右两边门开 中间这块是固定式的 开不了 也都有90度的开口 至少都有90度 打开以后的效果就是这样 好 我们接着到这个卧室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卧室的一个落地门 这个开口的宽度大概在80厘米左右 关上门以后的整体效果就是这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看吗 这个门的高度在两米左右 宽度在1米6左右 好 我们接着到房子的正前方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室卧的窗户 这个窗户的面积在4.5平方左右 也是挺大的 好 我们接着到大厅的这个窗户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大厅的这个窗户 大厅的这个窗户 因为这边坐了一个门 又在这边坐了一个窗 这个窗户的尺寸就会小一点 也是80厘米左右 高是大概是2米1左右 这个大门它不是一个厂商制作的 所以这个大门还没有安装 可能还要过两天 过两天的话应该就能到过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另一个卧室的里面的一个效果 这个主卧我没有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尺寸不对 尺寸是我量 我量的时候把这个窗户给量小 要在这个墙地的基础上还要砌上4層砖 才能把这个窗户给装上去 等我把这个砖砌完以后再把这个窗户给装上去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另一个卧室的里面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卧室里面这个窗户打开以后的效果 你们接着这个窗户怎么样 好看吗 所有的这些门窗一共加起来的面积是18.5个平方 818按照每平方的价格来算的话是480一平方 这个价格你们觉得贵吗 我是觉得贵了点因为它是不带玻璃的 如果再300多一点点的话是比较划算的这个价位 我心里的价格是这样的 因为我当初是看不到这个成品 所以我觉得它的材料会很好 看到这个成品以后它没有达到我意气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些材料它不是特别好 是特别薄的那种特别普通的那种叫什么钢管 特别薄我估计也就两毫米左右的这个厚度 所以说480我个人是觉得有点贵了 因为不带玻璃嘛 你后期还要买至花钱是买玻璃的话 这个玻璃我估计约得要1800到2000的费用 所以说再加上就按9000吧 9000再加上211万亿 所以说这个门窗的这个费用是有一点贵的 那说到这些玻璃呢我一直想不明白要买哪一种玻璃 有朋友推荐我用中空玻璃 中空玻璃它隔热隔音 但是它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也有朋友推荐我用这个干化玻璃 最有意思的是一些网友推荐我用那种透视玻璃 就是说从外面能够看到里面的那种透视玻璃 但是我又觉得那种玻璃它的这个隐私性不是很好 那我就一直没有想好要买什么样的玻璃 我原来就想用那种带一层镀膜的那种玻璃 就是说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那种镀膜玻璃 那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建议 或者说有更好的推荐的话 那请你们在下方留言 这个门和窗的这个情况 基本已经给大家这个介绍完毕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